8月16日,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通过官方微博宣布,经依法审查,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吴亦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。据了解,其背后老板齐建宏也并不好受,深陷债务危机。 阿里拍卖官网显示,要来集团董事长齐建宏名下,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两套房产于近日拍卖结束,成交价1.66亿元。 据悉,要来集团董事长齐建宏,共关联包括要来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,北京要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内的百余家公司,要来影视为上市公司轮头控股的全资子公司,曾与成龙、张国立、冯小刚、李冰冰等一线明星有合作关系,还是2016年签约吴亦凡的经纪公司老板。 2016年6月,要来影视公司发布声明称,将与吴亦凡携手。吴亦凡工作室也发出声明,称香港新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文头控股股份,有限公司旗下要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达成委托协议,香港新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一人吴亦凡的广告,电影演绎事务,将由要来影视全面代为接洽,出力。 好景不长,在双方合作两年后,齐建宏便陷入了一系列债务纠纷,多次被法院执行。 天眼查APP显示,齐建宏被要来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,从2018年7月开始,有多条历史被执行人信息,被执行总额达到39.15亿元。 齐建宏也因此成为失信被执行人,也就是俗称的老赖,并遭到限制高消费,连飞机都坐不了。 然而齐建宏的房产处理才刚刚开始,日前阿里拍卖还更新了一则拍卖公式,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于9月11日,对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40号楼不动产进行拍卖,起拍价约4.2亿元。 耳标低误所有人同样是吴亦凡曾经的老板齐建宏,当前已有近3000人为官拍卖,暂时无一人报名,多处房产被拍卖的齐建宏,五年前的身份还是百亿富豪。 2016年虎润百富榜上,齐建宏以130亿元身家排在第213位。 这一年,齐建宏也开始大举进军影事业,要来也宣布成为吴亦凡在内地的经纪公司。 两人合作,当时也算是风光无限,如今一个变成老赖,一个因强奸罪被捕,令人唏嘘。